好,我们感谢主新的一天是主的日主日 我们有一点点的安静 好,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敬拜,读圣经祷告 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身份 就是他愿意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我们对他回应的赞美 借着祷告 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交通的一个管道 一个方式跟一个信念 就是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不论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 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感谢你 求你自己祝福成全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和地位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看第二百三十三首 叫做圣灾圣灾圣灾 那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我们留意前面前面的这三个字 就是圣圣圣 当你在唱这个圣的时候 要把这个圣字呢做一点点的重音 好吗 所以就是连续的三次的这个圣字 你要有一点的重音 圣灾圣灾圣灾 好吗 留意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 把这个圣圣圣 把它给唱出来 我们来唱两百三十三首 圣灾圣灾圣灾 全能的大主宰 圣灾圣灾圣灾 全门的大主宰 清晨环月歌 用高声送出神恨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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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是永不更改 荣耀与赞 玫瑰山以真相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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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徒千尘敬拜 歌以华丽 尽管奉献 宝座之间 千万天使天君 千尽崇拜上主 喜哉 而精彩 永哉 万万年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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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藏在云彩里 最人烟的藏望 尘处为烟荣光 闻月荷华之身 谁看与主相避 离人生万倍 离人生万倍 达在天地亡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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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大主宰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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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 海中 万无送出生命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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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之永不敢待 荣耀于灿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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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首歌呢 你看到它有几个地方是相同的 第一个就是全能的大主宰 全能的大主宰 那当这一类的诗歌的呈现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我所认知的 一种唱歌的一种的属性 第一个就是marching 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 好像军队 乐队军队在前进的状况 但是在这个当中 它又不是那种的 好像你听到它的走路的声音 不是 它只是那种的 形态的意念的当中的 一种的表示 是一群人在唱 第二个呢 就是 你要把它这个当中的 清晨欢乐歌勇 高声送祖恩 荣耀赞美 所以呢 marching的当中 很多的时候 你们有看过 军队在踢阵 碰碰碰碰碰 打这个鼓 但是我们听不到鼓声 我们只感受到那种 一群的人在前进的那种整齐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把它带着一种 华丽的声音的连唱 全能的大主宰 来试试看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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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大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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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欢乐歌勇高声送祖 你要把那个华丽的一种的形态 把它给表达出来 这是一个需要有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观念 不是只有声音 是要那种的华丽 能够把它给呈现出来 我们在你看这种 华丽精灌奉献宝座 都是一种非常大气的一种的陈述 好 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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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大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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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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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徒千尘敬拜 各以华丽尽观奉献 宝座之间 千万天使天君 千尽崇拜上主 喜哉而精彩 永哉万万年 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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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藏在云彩里 吹人眼的藏望 尘处为眼中光 闻月荷华之身 谁敢与主相避 与人生光 被打在天地望 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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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的大主宰 天上地下海中 万物送出生命 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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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恨恨 永不敢待 荣耀以赞美 归善以真相 你看这一句话 第三节 圣哉圣哉圣哉 主藏在云彩里 表示我们看不见他 他是一个 看不见的一位神 但他又是有形有体的神 因为这个地方说了 利人圣完备 所以他有这种形体的出现的 被造物的一种 或其他的方式一种出现 但是在这个歌的当中 就带出来第一个三个字是什么 圣圣圣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 罪人焉得沾望 真主威严荣光 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 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到这种 诗歌的完整性 来帮助我们对于神的敬 拜的当中的一种的观念 罪人焉得沾望 真主威严荣光 威严荷华之神 谁看与主相比 你知道他这种的曲子跟这个歌词当中的 那种的韵律的动荡吗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第三节来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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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藏在云彩里 罪人焉得沾望 真主威严荣光 为耶和华之神 谁看与主相比 你人生万倍 打在天的望 第四节来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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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大主宰 天上地下外中万物送主生命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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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永不甘改 荣耀与赞美 鬼山与真神 我不能够记得原文的版本的歌词是怎么样 但是在这边这两个字 你们说这两个字是什么字 这两个字 恩慈 恩慈 OK 因你的慈害 比生命更好 有没有一首这首歌 记不记得 所以神的慈爱 比我们的生命更好 所以是他对我们的容忍 宽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一类的诗歌 他的这种作者要陈述出来神的属性 让我惊奇 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 他一一整篇这个可以讲十篇的道 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 每一个地方他都让他的恩慈的呈现 我们今天才得以存活 不是我配得存活的 是因为他的恩慈 他的恩慈我才能 所以你说我怎么会去唱这一类的诗歌 因为我认得我们的神的属性 这就是我们敬拜的一个 我们需要对他的属性的认得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首好吗 这首诗歌叫做 这是天赋事件 这是天赋事件 海童车要听 宇宙歌唱四位相应 行程做了同声 这是天赋事件 我心满有汗鱼 树木画潮藏天皮海 树说天赋全能 这是天赋事件 小了藏赐飞鸣 清晨明亮 浩浩花美丽 清晨明天地精神 这是天赋事件 他爱过几万千 风吹之潮将他表现 天赋充满世间 天赋事件 这是天赋事件 这是天赋事件 求助教我不忘 最后虽然好想得伤 天父却仍掌握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佛神是望天地通常 佛神充满万方 那简单的观念就是 唱歌的人都是孩童吗 我不知道 也许是大人唱给小孩子听 也许是小孩子唱给小孩子听 也许是小孩子唱给大人听 但是孩童才能够容易进天国 所以你有这个观念 你就可以在这个敬拜的当中 去享受上帝的同在 这个当中的就是天父的世界 我心什么 满有安宁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位置 他爱普及万千 因为这是天父世界 然后第三节来说 这是天父世界 虽然罪恶好像得伤 又谈到了罪 你看到了吗 这个在敬拜的当中 这个是献祭的一个 必须一直常常陈述的 我是个罪人 梦救恩 所以我的属性 永远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因着耶稣的救恩 让我离开了那一个身份地位 所以这个世界好像 所以这个世界好像什么 罪恶得胜 作者说什么 天父却仁掌管 这个天父的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好 我跟周卫说一下这几面的几个字 来唱这两个字 你不要把舌头卷起来 你就是平的 因为这里面有三个 有四世界 有点难唱的 你知道 但是你的共鸣呢 你再听一次 这是天父世界 来 模仿他这个声音 请 这是天父世界 戒指要很大的口啊 三个手指头的开口 OK 漂亮的那种声 这是天父世界 来 这是天父世界 好极了 再开大一点 那个戒指 戒 戒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来雅铃试试看 戒 来 戒 戒 就是这样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被忧伤 当你唱这种文剧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心中是有忧伤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但你 所以你要带着一点点的哀伤的情感 来唱这类的诗歌 因为我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是这样 求主怜悯我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被忧伤 佛山是望天地通常 歌声充满万方 再来一次好吗 有一点点的杯 这个地方是全曲最高点的地方 你把它拉到最满 拉到最满就是 唱唱唱唱到很满的那个戒指 这是天父世界 三拍 三拍唱满的时候 立刻唤气 让这个地方的连接下来的地方 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在那个地方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满有汉灵 这一句好吗 很快的出来 让这个的张力变成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拉力在那个地方 海童侧要听 所以小孩子唱歌要有一点跳跳的 OK 这是天父世界 我心满有汉灵 这一句好吗 我心满有汉灵 再来一次来 我心满有汉灵 然后我这个满子呢 我心满有汉灵 一定要把这种的文具 借着你的情感跟你的逻辑 把它给陈述出来 我心满有汉灵 书牧花草 藏苍天碧海 述说天父全能 这时天父世界 逍遥仗是非明 清晨明亮 浩花美丽 证明天理今生 这时天父世界 太爱破极万千 风吹之潮将它表现 天父充满世界 所以呢 没有叫做所以 就是你看到这一种的文字 看到这一个的文字 看到这一个文字 然后看到宇宙歌唱 你就要说 证明什么 天理今生 证明天父什么 充满世界 所以你的盼望不是在乎 你看不看见的神 你的盼望是在乎 每一天上帝居然让我活起来了 还可以看到新的太阳在外面 这就是你的证据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 这个世界上的日子 比较容易过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这是主的世界 好吗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节 有一点点的悲伤 因为有些人不能够接受 前面的星辰作乐 不能够证明天理今生 好像好花美丽 好像风锥吃草 很多人不接受这种的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罪恶 在这个世界上得胜的一种的心态 你要唱出来 但是把这个张力给唱出来 就是第三节 第三节第三行的地方 我们唱最后第三节 这是天赋世界 叫主叫我不忘 罪和虽然好象的身 天赋却仍掌管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父神是望天地通常 各山充满万方